现时很多人都会出外饮宴 肥腻食物多有时真的希望吃住家饭 咸鱼白菜觉得很好吃 其实我们中国人的咸鱼是绝对不适合吃的 因为世卫将它列为第一组的致牙蜜 为什么呢?因为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中式的咸鱼是可以导致人类鼻咽、胃咽、食道咽 和其他相关的癌症还有肺癌、脑癌、甚至前涅腺癌 而且很多用老鼠做的实验都证明了中式的咸鱼 可以令老鼠患癌 所以世卫发出警告将中式咸鱼这些物质 它认为长期食是容易患上鼻咽癌 将它列为第一组别的致癌物 它认为这个咸鱼是胭制的食物 是导致鼻咽癌的主要原因 它说你少量食用是ok的 但是如果你长期食用就会容易有鼻咽癌 其实鼻咽癌它们认为这是发病率很低的癌症 在欧美白人当中是少于十万分之一的发病率 真的很低的 但是它在中国的东南部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在广东某些年龄的组别甚至超过十万分之五十 所以鼻咽癌也俗称它为广东癌 至于华南地区的移民去了美加这些地方之后 因为它们仍是保留着原有的生活方式 所以鼻咽癌发病率仍然很高 但是对于他们下一代 现时的生活方式已经是转变了 所以发病率是开始下降了 其实这个咸癌的致癌物是怎么来的呢 它就说是在这个叶制亮晒的过程里面产生的 其实不是只是广东人喜欢吃咸癌的 世界各地也有人吃咸癌 好像有葡萄牙的咸癌 瑞典一有叶制的 我们在加拿大都买到一些叶的西式咸癌 它是Sorted Cod 它是很大件的 它是醃了之后它是冰了它的 所以在这个保存方面就是卫生很多 因为它制作的时候 就是将鱼新鲜的时候 立即是用盐防腐 然后经过晒或者是罐装保存 就是比较卫生很多 它又冰了它的 但是也有过去有人发表过有关 日本咸鱼是增加胃癌发病率的报道 所以无论哪种咸鱼 都是有致癌的风险 不过只是程度高低而异 间中吃是无妨 如果长久吃 真的对身体的健康是很大的阴影在这里 其实为什么特别我们中国的咸鱼的致癌性会那么显著那么高呢 就是因为制作过程 我们的咸鱼是分两种的 一种叫梅香 一种叫实肉 为什么它会梅香呢 就是因为梅香咸鱼制作的时候 是要将新鲜的鱼发酵一至两天 等它的体质的营养是变化了之后 再将盐去腌它七八天 那就晒干 然后它会发觉 啊这样做完 它的效果不同的 有一种特别的香味 而它的肉质变得很松软的 咸中大香 而实肉咸鱼就是不需要发酵 直接将新鲜的鱼在腌制晒干它 它的肉质是比较实 就是一片片 是咸 但是很鲜味的 那么其实这个实肉咸鱼 和梅香咸鱼这样说 我们吃实肉就安全很多了 又不是的 因为在腌制晒晒过程 实肉咸鱼 其实也有存在这个短暂变质发酵过程 只不过程度上比梅香的 是少很多 短很多 那特别是当我们腌制期间 华南的天气很潮湿的嘛 很容易就是曬不干它 咸鱼不容易曬得干燥的时候 就很容易变化 有这个细菌出现了 在十几年前 我在香港的时候看过 好像是《鏗窗集》 它有个片段是说 在那个显微镜之下 看那些梅香咸鱼 是看到有虫在这里的 所以根本上它本身是不卫生 你长期这样食用的时候 就会引致你身体气了变化 特别就是容易有鼻咽癌 所以将鼻咽癌成为一个 俗称它是广东癌 就这么说了 所以大家为了安全计 小食为佳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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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